黃毓民議員 會議非官首成員 不包括召集人的全年開支 的預算、籌金 另外 將整個行政會議的全年預算 2080萬全部刪除 我說了第一次 行政會議是一個 在《基本法》裡也寫得很清楚 行政會議 行政長官匯同行政會議是一個最高的決策機構 參與密闊 所謂參與密闊 所有的大政方針 在星期二 這個行政會議裡就要談 他也容納各方面的人士 也有我們立法會的 議員 包括坐在那裡的葉劉淑儀 剛才我提到他的時候他不在 葉劉淑儀和其他行政會議成員 走出來說話有一點點不同 因為他畢竟 是一個民選的議員 他自己都有些避忌 當然委任你做行政會議 他的成員當然是看重你 在民意上 支持得到 他在這裡順便說 舉止主席 你別疼我吧 我大把有時間給你講 你不想我繼續說下去 我要說的是 這個行政會議裡 他不是用人為財 共產黨經常說 我們用人才德兼備 什麼叫做才德兼備 孔夫子說事先棄息而後民藝 欺就是欺道欺量 欺冥那個欺 不要寫錯 空氣那個欺 欺道欺量 空襟廣闊 這是第一個條件 最少已經 人格 你沒辦法了 六八九就是人格卑下 下面這些人 還有好人嗎 我舉兩個人的例子 最近的所作所為 你就可以看到 之前那些免得講 張振遠那些走了 林奮強那些走了 現在還在這裡的 主席你都做過行政會議成員 我覺得你真是適才適所 真是事先棄息而後民藝 真是才德兼備 但是這一班你看到 你天天走出來說話不要緊 你維護政府的決策都不要緊 說些有營養的說話才行 你看看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 我們說回一月份的結果 行政會議成員的認知度調查 除了葉劉淑儀 沒有一個成員能夠獲得一成的受訪者 說得出他的名字 握不出名字 這個港大民意研究計劃 就經常做這些知名度的調查 長毛的知名度比梁振英還高 這個梁振英都好真是回家睡覺 你做過行政長官 天天你就在鏡頭上 竟然你的知名度低於民選議員 香港人最熟悉的政治人物 就是現在打拉布的 這個舵手梁國雄議員 我也是十大主席 你也是 十大熟悉 這個熟悉很重要 都沒有人認識你 你天天出來說話 你天天呢 十大熟悉很重要 是 這就是,為什麼你經常出來幫政府護航,電視又見到你,報紙又見到你,但結果做調查,沒有人認識你? 那就是你說的那些話,人家都沒有印象,或者你說的那些話不合聽 這兩個人,怎麼值得給他一份薪金呢? 雖然不是很高,都是錢來的,怎麼值得給他呢? 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又說,認知到最低的一個行政會議非官首議員,成員就是張志剛 張志剛就不斷走出來,誣蔑那些反對派,在2012年的10月7日,香港電台節目城市論壇,以黑名單、知事球迷這個比喻 他就在10月1日,學民思潮穿黑衣,出席這個所謂十一星期禮 你就說這些叫做黑名單、知事球迷,那些小孩,比以不倫,還有壽視的學生 他還在節目裏質疑學民思潮的經費來源,有時公眾懷疑學民思潮的政治立場 背後就有人給錢,或者幕後有些黑手,唆使他們做這些事情 所有建制人物都是這樣,學生搞事就是幕後有黑手 好像一定對的,這個說法是,是例的 當年你弟弟就是搞事的幕後黑手是誰呢?共產黨 所以今天我也有提到這個吳克劍,在恐嚇教師,恐嚇學生,不要去佔中 又說會有案底,那另底也有案底啦,大哥,一貴為局長啦,我那天在帳委會質問他的時候 他就站在政府那裏,所以這個世界就是這樣,屁股決定腦袋,當年的曾德成我當然是當他偶像啦,是不是?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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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可以不慎言呢? 怎可以用一個卑劣、誣蔑的手段 來對付那些學生的組織 毫無政治道德可言 另外張志剛今年又跟隨全國政協常委 李家傑批評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 對特首民望調查的研究方法 如果你問明日投票 你投或者不投梁振英一票 你只能夠將結果解讀為明日投票 梁振英可以拿到多少票 你不可以將它當成施政支持度 現在不是在講選舉 現在是在講執政 所以不像選舉一樣要列明對手 之後又贊民 這些都是壞倫 又贊民批評這個港大民意 假想投票來做特首民望指標 之一是有結構性的陷阱 以及批評民情調查 所謂民情都是模糊不清 質疑這個調查結果顯示 2013年不低的民情指數 比2013年還要低 這並不合乎一般人的感覺 我真的想問一般人的感覺 一般人的感覺更低 有媒體反查新聞翻他舊帳 發現在11年8月 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的附屬機構 曾經委託港大做民意調查 這就是他做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的時候 瘦身的 梁振英的男人 當時他就引述這個港大民調的結果 說唐良二仁 唐英明和梁振英是叮當碼頭 張志剛找中庭耀做這個民調 是希望由一個中立專業的調查機構 核對他們早前一國兩制研究中心 所做的調查結果 是不是吻合而已 因為他明知你自己是沒有公信力的 你在一國兩制研究中心 你就找中庭耀 你幫忙 這個就是先有結論 後有論證的做法 完全違反這個學術原則 那時候 找港大的中庭耀做這個結果 唐良叮當碼頭 那你又不是在這裏做嗎? 又不是在這裏造假的嗎? 如果你說你這裏不是 那現在你怎樣去批評中庭耀呢? 請問 張志剛的罪行還有很多 不過時間所限 我又不會拖場的 因為我還有一大洞未講 因為現在他們在這裏發揮到臨漓盡致 我又要開帳委會 我們主席又要開這麼多會 沒辦法 又要準備帳委會公開聆訊的資料 另外一位又很活躍 但是沒有人認識的 即是做民意調查 問他認不認識行政會議 承認不認得出他的名字 說不出的那個羅范招勳 又是很活躍的 政治立場當然眾所周知 我記得在2012年 我們立法會上一屆的最後會期財委會 要開會審核 所謂五司十四局的撥款的時候 我們就真的打拉布了 不是現在說五月底就完 那些叫做打拉布 我們就真的打拉布了 是吧? 九千多條修訂案 就打扭他 他來跟我說 你不要搞了 你不能贏的 我說你搞錯了 我一定贏的 你不懂得以時規則 OK 是吧? 葉國謙千方百計都想想想 為何財委會搞定 你不能拉布 都搞不到了 搞到現在 現在讓亮星哥 第二天去應付 是吧? 喂 那裏撥款就拉到你了 什麼的就拉不到 這些就是 喂 哪有釋見 剛才說 事先氣息 你有氣度 你也沒有氣量 你也沒有 識見也沒有 是吧? 你不知道 在財委會撥款就可以搞定你了 大哥 對不對? 就是 沒有人識 是吧? 就是喜歡說話 是吧? 又喜歡嚇人 是吧? 他 在這個 去年六月 明報有一篇文 就說 我們追求的民主 不能著眼一人一票 選舉制度 更加不可以迷信 有了普選行政長官 和立法會所有問題 會迎刃而解 是吧? 當然這些歪類 我們也不會搏 他 但是現在不是說 要一人一票選特首嗎? 2017年不是要普選特首嗎? 這個不是共產黨的承諾嗎? 現在你看到街板開始的建制派 包括民建聯會 掛牌 一人一票選特首 立場跟我們一樣 是吧? 不小心全部變成民主派 一人一票選特首 不過他沒有說那句 誰去選是我作主 這句沒有說話 一人一票選特首 那為何一人一票是不好? 那為何要大家一掛街板 全部一人一票選特首? 可以如見 接下來就是 所有建制派的那些 都是一人一票選特首 是吧? 為2017年這個普選 有篩選的普選去鋪路 但是說一句不說一句 是吧? 即是 不可以迷信普選的行政長官和立法會 所有問題都迎人解決 這些就是歪論 今年3月就直接了當話 當時有些無中生有的傳言 說什麼黑社會介入這個選舉 即是說特首選舉 當時梁先生的民望 跌了十個百分點 他也有份 好像那個飯局 是吧? 所以你可以看到 在一個全民三百多萬人的選舉裏面 如果有人不懷好意造謠生事 隨時一個很熱門的人都可以落馬 而有些人就可以爆爛 出現所以大規模的選舉 是沒有預測性的 任何人如果要成為候選人 我們都要看他這樣有機會成為行政長官 所以提委會有這個把關的作用 是吧? 對抗中央的人 不能成為候選人 喂! 諮詢緊的 政改主席 是吧? 是吧? 你作為行政會議的成員 你可以說這些事情 是吧? 林鄭月娥說有商有糧 都偶爾語無倫 都被人罵 是吧? 你怎麽可以很清楚地為行政長官的資格條件 和選舉的辦法 三百多萬人選 都可能有些事 一個不小心的 有些謠言 就有些人會落馬 爆爛 這樣說什麽? 大佬 幾百萬人有投票的 是吧? 個個都被人碰到 個個都聽謠言 是吧? 選舉 經常都有負面文宣 小時候好像立法會那樣的選舉 都有負面文宣 是吧? 最緊要是你候選人自己有信心 你有沒有做地區工作 是吧? 你的政見是否得到民意的支持 這才是最重要的 是吧? 是吧? 又說候選人最多有三個 是吧? 他說普選並非萬靈丹 民主又不是靈丹妙弱 這些我都免得跟他說 免得跟他說 普選結果難以意料 對抗中央這些 這些說法 在政改諮詢期間 你真也好、假也好 你都不應該說這些說話 還有對政治形勢 完全落後 還有什麽資格做行會的成員 人工更加不應該給他 是吧? 台灣發生了太陽花學運 他又在這裏說了 是吧? 說香港的青年 就不要學台灣的青年 人家說要學嗎? 是吧? 這些又是防患於未緣的心態 預先警告 是吧? 叫你不要學台灣 台灣很失禮你嗎? 太陽花學運 那現在台灣政府倒閉了嗎? 那個反復貿協議 就令到復貿沒得簽 就是這樣 那他就要承擔 後果沒得簽的結果是什麽 就自己去承擔 是吧? 民主政治就是要付出社會成本的 大哥 這是必然的 是吧? 就是 羅范昭芬、張志剛 兩個人的言論 是否可以代表成一個行政會議呢? 是吧? 他作為行政會議的成員 現在拿緊我們人工 是吧? 那是不是應該 繼續給他呢? 主席 主席 這真的值得我們提 right 法定人數不足